好 講完了氧化 氧化製程之後呢 要特別介紹一個就是 氧化的過程中 我們前面講過 氧化實際上是 氧分子 然後呢 在二氧化系程裡面擴散 傳力一直流到錫表面之後 再跟錫做反應 所以氧化的速度 很大一部分 是由 擴散所控制 也就是氧氣體分子 在GNC裡面 的傳輸 的速度有關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製程溫度越高 分子可以移動的速度就 越快 二氧化系不夠的生長速度就可以 比較快 而且 越高溫所生長出來的二氧化系 它的品質會越好 越高溫的品質會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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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越高溫 生長速度越快 品質也會 越好 那高溫比低溫 比起來 低溫長得會比較省散 高溫會長得比較致命 因為高溫 反應比較完全 低溫的話 它反應可能比較不完全 那它自身出來漸潔 就可能會出問題 那高溫因為化學反應比較劇烈 可以確保它完全反應 生成的是SiO2 而不是SiOX 和X小於2 一般S就叫化學基調要充足 化學基調要充足 這麼多要花系的品質才會好 好 那 系的氧化是整個機器電路的過程 基本的製成之一 而 它會拿來當作什麼使用呢 它會拿來當作 第一個 擴散的遮蔽層 早期的 早期範導力原件裡面的摻雜 要摻雜成N型範導力 或摻雜成D型範導力 靠的就是什麼呢 摻雜物吸附在基因表面 然後呢 再擴散能界 靠近到 心急裡面 而 你不想要被摻雜到的地方 你就生成一個二氧化系層 所以一般而言 如果想要這裡摻雜在這裡摻雜 我就先長一層厚的二氧化系層 然後想要被摻雜的地方 就把二氧化系層吃掉 把這二氧化系層給食喝掉 露出來的地方之後呢 整片拿去摻雜 而在擴散的過程中呢 因為 你的摻雜物在絕緣層 二氧化系層的擴散速度很慢 所以呢 這二氧化系呢 就可以擋住 擴散路 摻雜物 不會擴散到D型 它在二氧化系就會被擴住了 因為它在二氧化系 你會擴散的很慢 可是在D型你會擴散的很快 所以被二氧化系擴住的地方 就不會發生摻雜 所以這就稱之為擴散遮蔽層 擴散遮蔽層 擴散遮蔽層 所以這裏叫做擴散遮蔽層 再來還有什麼呢 離子負質所使用到的遮燥氧化層 為什麼會使用到遮燥氧化層呢 離子負質你可以想的是什麼呢 每一個離子 單一個離子收到一個架層 垂直的打進來 而在垂直打進來的過程中 為什麼需要一層二氧化系層呢 我們再離子負質那個章 給各位再一次介紹 這裡可以跟各位介紹 我們前面講過 性晶圓是單晶的性 單晶性 代表什麼呢 它原子周期性排列的非常好 那換言之 就會有什麼呢 原子跟原子之間會有空隙嗎 會有空隙嗎 那離子負質的過程中 我將這個離子打進你的性晶圓兩邊的時候 它不然剛好打在空隙的地方 而它又周期性的這一條路都是空隙 那是不小心一次離子負質 就可能離子負質到很深的地方了 這個效能稱之為 Channeling effect 通到效能 離子負質會有通到效能 這個部分我們會在離子負質上 也在這裡各位介紹 總之離子負質 我們是希望打進去的離子 盡量可以跟表面的性晶圓層產生共撞 然後停留在我們想要死的兩邊的地方 而它如果剛好不小心剛好達到 都沒有原子的地方 它就會直接的穿下去了 所以故意沉漆層二氧化氣層 因為長出來的二氧化氣層 是一個卑氫狀態 就是非晶狀態 也就是它不是規則性的這樣排列 它是非晶的 萬一是離子不止到它 絕對離子的方向就會開始散射 那就不容易 散射出來的問題 就不容易發生Channeling effect 就不容易剛好好死不死 我在往前衝 我預計我的衝撞能力 可以撞到第三個位置停下來 我就想要擋到第三個位置的深入 結果我一定的離子 不小心衝到非常空洞的地方 衝掛就直接衝到後面去了 那就不是我要的 我是預計這個離子 可以撞到細原子 然後停在我要屯的深入 那長成二氧化氣層 我離子再衝進去的時候 我就會先四周的散射 因為我撞到一些HOMOPUS layer之後 我就會開始撞撞 我就會往各種地方的方向去動 那就會避免Channeling effect 可以避免Channeling effect 所以這個就是遮罩雅化石的功能 再來還有一個就是做 氮化系的側跌層 在半島嶼製程當中 氮化系的機械硬度 比二氧化系的機械硬度來的強 而先進製程技術 在.259之後呢 又到一個製程技術 叫做化學機械硬膜 CMP 那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什麼叫做CMP呢 它其實是有化學10顆硬 再加上物理10顆 就要這樣磨砂子 要去磨它 那磨的過程中呢 就會產生破壞了 那總是要有一層磨墨 是這樣呢 我到底要磨到哪裡叫做氮子 我就需要有一個CMP的停止層 就是磨到這一層 就停住了 它就當住你的磨砂 因為氮化系是一個很硬的材料 它磨到氮化系之後呢 氮化系就磨不太動 它就停在氮化系的那一層上面 好 可是呢 因為在0.25製程 元件跟元件的隔絕 是使用所謂的 shary change isolation STI shary change isolation 是怎麼做呢 它實際上是怎樣呢 它是元件跟元件之間 要ISO 要絕緣 它怎麼絕緣呢 它就是要將元件跟元件中間 把它吃凹 吃凹之後呢 連絕緣層進去 那元件跟元件之間呢 就不會分析短路了 中間就會有一個絕緣層 可是它還是像這樣 這裡可以做一個元件 這裡可以做一個元件 而元件跟元件之間 有一個 shary change isolation 有一個淺溝槽 淺溝槽的isolation 那這isolation怎麼形成呢 你會看到 它表面還是平坦的 它只是要在一個晶圓的中間 挖凹一個深度 然後這深度裡面 鐵盤全程 可是要怎麼做到這個符咒呢 它實際上是要怎樣 它實際上是要先將sicken的表面 先成長一個淡化系 淡化系 淡化系沉積完之後呢 它要磕凹槽 磕凹槽完之後呢 要填二氧化系 利用CDE 我後面會介紹 未來會介紹CDE 也就是沉積二氧化系沉 沉積二氧化系沉之後 因為這裡凹下去了嘛 在沉積的時候 這裡填進去 所以就會出現 高高低低的 不平坦的表面 因為這裡填下去 你在填的時候呢 它也會這樣直接 所以這裡就變成 一個平坦的表面 然後其實就需要 剛剛兩個CMD 磨它 把這個表面 磨到哪裡平住呢 磨到淡化系表面的時候 很好平住 那這時候剛好你們 兩面是平坦的 表面是平坦的 然後再來要把淡化系 利用化學10顆 泡肉類出來 10顆料 就可以露出乾淨的C表面 但是淡化系沒有辦法 不想要直接沉積在C上面 為什麼 因為淡化系本身 它會有無波硬力 也就是說 它有熱膨脹性素 跟支音可能差異很大 熱膨脹性素差異太大 只能淡化系沉積在C表面的時候 一旦降到室溫 它會發生拉扯硬力 那今天很有關係 或者是怎樣呢 直接把C原子給拉斷了 那怎麼辦呢 為了舒緩淡化系對 對施力層的表面硬力 它故意中間先沉精層 薄薄的二氧化系 來當做均力的管中層 這個層就稱之為 蹭電層 它其實用來做為 一種軟均力管中層 所以我在沉積淡化系之前 我怕淡化系對自己的硬力太長 我中間先成長氧化層 薄薄的氧化層 二氧化系作為趁電氧化石 然後再沉積淡化系 那這樣化系的表面 的金額就不會亂掉 就不會產生斷件 就不會被它拉斷或是彎曲 然後呢在10顆 在該圍椅製成10顆出這裡的凹槽 然後填 填二氧化系之後 CNP 磨大淡化系表面的時候呢 再利用104時刻把淡化系清除 然後再利用化學時刻 再把表面的二氧化系 這個秤點子可以清除掉 就可以變成一個平坦的表面 當然這裡會凹出 這裡會塗出來 這裡塗出來沒有關係 原件的表面是平坦的比較重要 這裡可以塗出來一點點 這裡可以塗出來一點點 就是這樣 各位看一下 不確實喔 不確實喔 有 小小小的Action就像這樣 最終表面整個字出來 它就是要沉浸淡化性前先氧化 氧化之後沉浸淡化性 然後開黃光10顆 10顆完之後呢 表面就會被10顆掉了 所以表面的聲音感其實是很多段線 它其實受到損傷了 它有被分積到它被10顆了 所以你要再把它氧化 所以你要再把它氧化 把表面損傷的部分給氧化起來 氧化完之後呢變成這樣 氧化完之後可以再填入絕緣層 填入絕緣層之後是使用化學機器人的摸摸 摸到停到氧化性表面停住 然後再用4-4-10顆放氧化性給剝掉 就可以剝成這樣 就變成這個樣子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 還有一種二氧化性是用來直接這樣呢 二氧化性直接當作長氧化成 所謂的長氧化成指的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隔絕圓件跟圓件之間 這是最早的技術 最早最早圓件跟圓件之間的隔絕 就直接用後氧化成代替 這是很早期 麥克風等級10吋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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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圓件跟圓件之間的隔絕 就直接長一個熱氧化成 然後呢直接把它做圓件地區 要製造出電競體的地方呢 把它演化成實在了實在了 那這裡做一顆電競體 這裡做一顆電競體 所以電競體跟電競體之間的隔絕 直接用上天子的程度演化成隔絕 這是最早的做法 後來進入到Locos 再來才進入到剛剛講的SDR 所以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最早麥克風等級的時候 就是各種產業化成的 接著進入到 四維一代 小營機麥克風 一直到0.35麥克風的 可以給大家進入製成貼墊 用的isolation就是使用這種 叫做Locos 局部氧化 Locos 簡稱Locos Locos Locos 是0.35奈米製成 以前的機雄組 0.35下一個世代是多少 0.35乘1.7就是0.25 0.25之後就是使用SDR 這個SDR 一直使用到兵備之前 0.6428奈米到還是用SDR 甚至之後也會順便 也算是SDR 一直用到現在 在0.25之前 0.35的世代 Locos Locos的觀念它的絕緣 就長這樣 它的基本上跟長氧化成的想法是一樣的 長氧化成是什麼意思呢 剛剛講過 長氧化成是隔絕 原件跟原件之間 可是呢 利用長氧化成的隔絕 隔絕隔絕點是什麼 它只隔絕了系 上面隔絕了 可是SDR下面呢 是連通的有沒有發現到 Silica下沉 氧化成的下沉 Silica跟Silica 這一區跟這一區 這彼此是連通的 那後來發現呢 欸不行 我這裡不可以連通 我這裡就是希望 這裡也可以氧化 使得這裡有個氧化成 使得站著跟這裡 至少在上角的地方 不要短絕到 所以怎樣 只要這樣讓氧化成可以 往下去氧化呢 就發明了這個Locos的技術 對吧 因為後來我原件發現到 我一想要隔絕的是 在系表面下方隔絕 而不是上方 重點是在下方隔絕 所以那形成這樣子 下方隔絕 並且在這裡達一個 反派合的離子固執 使得這兒行的TN教練 這裡跟這裡會隔絕 好 那我們先管這個Inprint 我們先管這個Locos 它就等於是固執上面 吸著上面隔絕 連吸著下面 它有一定的後部 來隔絕圓件隔絕圓件之間 那這個怎麼做呢 事實上是想這樣 先 它需要使用氧化器來定義 哪個地方要被人化 哪個地方要被人化 所以呢 它要沉積氧化器來做這個 遮定層 可是我們剛剛講過 如果氧化器直接疊在吸氣板上 會產生硬力 會產生段階 會產生段階 所以在承擋氧化器 呃 承起氧化器之前 要先承擋一個 乘定氧化器 需要一個引力緩衝成氧化器 承擋氧化器之後呢 接再承機氧化器 來當作引力緩衝成 然後呢 再把 Isolation的部分 要被Isolation的 承擋氧化器的部分呢 把氧化器吃掉 氧化器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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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器吃掉之後呢 在收進高溫爐裡面 氧化 前面講過 氧化是什麼樣過的 氧 要穿過絕圓層 碰到失禮可能之後 才會被氧化 而且氧化的過程會膨脹 體積會膨脹 對不對 而 氧化器會擋住氧 氧 很難穿越氧化器 所以只要有氧化器的厚度狗 氧那麼紅下 所以被氧化器擋住的地方 氧就過不了 沒有被氧化器擋到的地方 氧就會下 所以這個區域狗的地方 氧就會跑下來 然後氧化就會膨脹 然後呢 氧只要鑽進來之後 他長一過來 氧的傳輸是沒有方向性的 它是等向性運動 一旦這個氧跑到這個角落之後 他可以往側向擴散 他也可以往側向擴散啊 對不對 只是側向擴散量比較少 往下擴散量比較多 所以在氧化過程中 不只是這塊會氧化起來 連側邊也會因為氧往側向擴散 這邊也會有膨脹起來 所以不只是這裡會膨脹 側邊邊角角也會有膨脹 然後這裡一膨脹 這裡一膨脹 這裡就被抬起來 因為下面就長出氧化成 長出氧化成 一膨脹 這個就會被抬起來 就會被抬起來 所以就變成這個樣子 同胀 然後兩側也同胀 然後呢 再泡化學熱瓶酸 把氧化系給 10顆量 然後呢 再把整層 又出氧化系之後呢 再泡一些氫頭酸 回10顆一下 把這裡的氧化系給10顆量 這裡氧化系給10顆量 這裡氧化系給10顆量 之後呢 就形成這個樣子 就會形成 原件跟原件之間 有一個 耗的氧化系 而且這耗的氧化系呢 在施力層的水平面 以及施力層的水平面 以下 都會有氧化系 就是這樣 這個關鍵點 結點一直用到 多了點35-purpose 適合的製成技術 都是使用這種 Isolation 方法 所以 Isolation 最早其實是什麼 直接一種 直錄出來 可以做運件 到後來發現 可能 Isolation 就只是在上半邊 下半邊拉 手邊選 於是發展出這個Locos的技術 要演化 需要高溫 因為這要演化 然後呢 後來又發現這個 這個技術又不行了 這個技術最大的確定就是這裡 這裡會產生所謂的鳥嘴 Bird speak Bird speak 鳥嘴 等向性演化 就會在Locos的兩側產生所謂的鳥嘴 而這個鳥嘴就會怎樣呢 就會讓你原件的面積變長 面積變長 所以 鳥嘴就等於代表什麼呢 原本我的圖案是這樣 這個圖案基本上是到這裡 代表什麼呢 我希望原件可以利用的區域是這麼快 可是你的鳥嘴氧化出來 這一刻就被癌化了 使得我原件最後能做的寬度 就只有這麼寬了 代表什麼 我的權狀的地底有這麼多 可是你告訴我 能夠蓋建築物的地底 只剩下這麼一點的 那在原件微小化的過程中 我會發現到我損失太多了 這是面積上的考量 當然還有電型上的考量 Locos會造成什麼呢 會造成Nelo Reset Fade 這是原件問題的東西 我就先不講 我只要告訴你 Locos在原件在縮小的過程中 會產生Wiz的效應 電阱效應 同時呢 再次乘斷也能量到 圓件的整個區域的面積就變小了 原本我的面積應該可以這麼大的 來做圓件 可是因為Locos有鳥嘴關係 我真的可以做圓件的面積 這開始 越縮小 而當我Wiz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的時候呢 這一點點所佔的比例 就算很多了 就變得嚴重了 所以它會影響到尺寸回縮 因為這個鳥嘴 所以因為鳥嘴這個問題呢 我們就繼續開發 走到了剛剛講的STI 入口到了STI 因為STI都沒有調整這個問題 但是STI就需要使用到什麼 化學機械原物 所以化學機械原物 什麼時候開始出現呢 0.25至成要製作STI的時候 就有技能化學機械原物 因為才能夠產生平淡化 因為前面在0.35之前的表面 實際上沒有完全平淡化 所以因為Locos會有瞄準 而且呢Locos的地方都居目高低不低 好 因為上表面的地方 這裡 因為一旦高溫氧化 它會長得很厚 這個的厚度 會有數千的extra 也就是數百nm的 會有數百nm的 所以這個高低差很重 或者說這裡的 STI的上一面 跟我Silicon的表面 這兩個高低差太嚴重 在先進半導體製作技術當中呢 我們希望越平淡的表面越好 因為越平淡的表面 越有利於石刻 跟圍影護膀 圍影護膀這些護膀 會再有你的章節 跟各位講 只是告訴各位 在其他的模組裡面 在做半導體製成的時候 都希望碰的是平滑的表面 平淡的表面 平淡的表面 在做製成的時候 是最穩當的 是最穩定的 並且圖案化最漂亮的 一旦你有高低落差的時候 你在做半導體製成的時候 就算你會出現不均勻的問題 會出現均勻的問題 所以 半導體製成 越來越追求表面的平淡化 所以Locos 會造成表面高低落差太大 再加上Bursic的影響 所以上.25的時候 有個氣勢不用 那STI STI之後呢 可以避免瞭解效應 通知 也可以避免什麼呢 Locos產生的高低落差太大 用STI 就不會高低落差 就不會那麼辣 就不會那麼辣 那還有一種想化成呢 是犧牲想化成什麼呢 當我的性表面被石刻掉的時候呢 我的性在用乾脂石刻的時候 它會破壞了我的性表面 我性表面的領質 或是我的經格就會亂掉 它就不是完美的淡靜 有時候為了移除這個被破壞的表面 我故意讓被破壞的表面氧化起來 被氧化性給包住 因為氧化可以讓自己 就可以讓細的表面往內戳嗎 一氧化之後就可以讓細的 乾淨細的表面往內戳 所以 表面只要被順傷的資力很張 一氧化起來 我再把這個氧化成給 使得了我落出來的細的表面 細的表面其實就是原本細的內部 原本細的內部是排序完美的表面 排序完美的那一層 而我表面是被damage的 我把damage的地方氧化掉 再把氧化掉的氧化去石刻掉 露出來的新表面 它的整個排列就是好 所以呢 新車氧化成的問題就是什麼 如果你的自己可能表面有損傷 有缺陷 我就直接把它氧化起來 那這個也是把整個缺陷給消耗掉 也就是將有缺陷的石刻的部分 把它給消耗掉 消耗掉之後呢 把它去除去 又露出了乾淨的表面 又露出了乾淨的表面 這是新車氧化成 而在所有氧化成裡面 對MOSWEIGHT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雜體氧化成 MOSWEIGHT最關鍵的氧化成就是雜體氧化成 就是MOS中的那個O 阿閃 雁龍的氧化成 這個氧化成通常會是 你最早的氧化成 而且是需要品質最高的氧化成 因為它是電気體要操作時候 出使用的氧化成 那就是雜體氧化成 所以講的中多氧化成 什麼 課本列出來 其實 名字不重要 只要知道為什麼 要這樣用 或者是說 二氧化成有三些有 很多有 首先 最沒有用的是什麼 原生氧化成 稱之為 內一發散 什麼叫內一發散 我們大氣中就有亮了吧 我們的呼吸就在呼吸 呼吸氧氣嘛 你晶圓放在一個屋上 什麼都不去動它 它自然就會產生一層活潑的氧化成 只是因為我們的室溫溫度只有 二十幾度而已 所以這個氧化成很薄 一旦生成了 它不會厚 為什麼 因為溫度太低了 室溫的溫度太低了 後續的氧氧子很難再 穿透下去反應了 因為溫度低 它能量還少 所以它就不會再產生了 所以人生氧化成 就是在空氣中自然氧化的 所生成的氧化成 這個氧化成大約不到 兩奈米 15到20H 大約兩奈米一天 很薄 品質很差 因為它伸展的溫度很低 所以它是長出來的SiO5 其實不是SiO5 是SiOX 而X小於2 也就是它的化學積量 不是充足的 它不是一個氫配兩奈米 它一個氫配不到兩奈米 平均幾兩奈米 所以它的品質很差 再來是什麼呢 剛剛講的 遮症氧化成是離子不止 為了防止千多米一倍所成長的 大約二十奈米 那防止擴散就要厚一點囉 因為它是要阻擋擴散 它不是不擴散 只是在氧化成面擴散的很慢 所以你要擋住這個氧化 擋住這個SiO5 擋住這個SiO5 會弄到很厚 大概五千個ANTRON 五百年多米的 它在什麼長氧化成 就是我們講 最早期的 麥克風等級的時候 原間跟原間之間 大約是五百個LINE 所以一般厚 厚大概到五百個LINE 就叫厚厚 數百個LINE 幾千個ANTRON 做活過的角度來講 它也算是一個厚厚 嚴格說起來 它本來都多了 它是厚厚 所以一般 高達數百個ANTRON 也就是數千個ANTRON 就是一個厚厚 那趁電氧化成就是這樣呢 要成立氧化成之前 氧化成經濟太強 那就硬定緩衝層 只需要十到二十個ANTRON 一百到二百個ANTRON 就可以管從氧化成 再來就是什麼呢 犧牲氧化成 其實就是你這樣 你的表面缺陷有多深 因為你希望把所有的缺陷有出 那就希望 只要有缺陷的地方 都被人家化掉 那一般不會太厚 小於一百更容易的 那再來就是 雜起氧化成 雜起圓層 雜起圓層很薄 只有1.5到12個ANTRON 基本上都在數十個ANTRON 數一到二三十個ANTRON 一般啊 如果是現在的電池層 最後最後大概不會超過 大概不會超過三年 大概不會超過三年的ANTRON 也就是說 連十ANTRON都不到 大概只有三次起到四十ANTRON 現在的晶片 現在的晶片 最後最後用到的氧化成本 基本上只有七個ANTRON 連十ANTRON都不到 所以雜起氧化成 基本上是小於三 基本上是小於三 那再來就是 S7加1所用到的 阻擋氧化成 這個阻擋氧化成 是當你的凹洞挖下去之後 你要去填低溫的絕緣層 可是低溫絕緣層在神際的時候 你又怕那個絕緣層裡面有雜質 有雜質呢 它一定會碰到脂肪 很容易跑到脂肪裡面 它會不會忽然你的細菌緣 所以呢通常就會故意 氧化一層氧化成 再去體驗低溫雅化成 來當作 你的污染物的阻擋層 給各位看一下 就這裡 趁邊雅化成氧化系 凹下去之後呢 這裡是露出了細表面 同時這裡也被dainaged 因為在時刻的過程中 會有物理轟擊 後面時刻會講到 有物理轟擊呢 細表面裡面就亂七八糟 所以呢 這些熱七八糟的細原子呢 就會造成它可能會是 會產生額外露面 所以我故意把它氧化 這裡一氧化呢 就每次把那些滴肺包起來 同時呢 我會連一溫絕緣層 之後 在一溫絕緣層裡面 如果不幸出現雜質的話 我也會要避免這個雜質 跑到sleep裡面 跑到sleep 避免這個EOS菌的雜質 跑進來 我這裡故意氧化起來 就當作的阻擋起來 死了這EOS菌的雜質 就算有一些雜質 不小心的purity 它也不會跑到sleep裡面 它會被這層二氧化性 擋住在外面 所以這個二氧化性 就是 阻擋層 拿層 阻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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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導體晉級電腦製造技術裡面 很多地方都需要去漲減化起來 你看到 風質這麼多種風質 所以 矽晶圓會經歷過非常多的 加熱製程 或是高溫製程 而每一個高溫製程 只要處理不得到 但造成晶圓彎曲變形 它就包廢了 甚至 高溫是一個很可怕的環境 高溫代表了什麼 高溫代表了能力發生化學反應 因為高溫就提供了能量的空間 對不對 所以這種任何忽然物 打個噴嚏進去 手裡面突然間你吸出了你 什麼 頭皮血壓 或者是你流汗啊 或者是什麼呢 你手上有油脂啊 不小心摸到近海 摸到近遠 一旦進到高溫裡面 完不得了 高溫是一個化學反應 整天就毀掉了 整個爐管都毀掉了 所以 高溫 高溫度裡面 需要絕對的乾淨 否則 一旦加熱了 加熱會出時 所有該發生的都會發生 高溫是一個化學反應的能量來源 一早在高溫的環境 只想要整個化學反應都會發生 所以 第一個 高溫度內部自己就要流乾淨 高溫度裡面 要內部都要維持乾淨的話 高溫度就有一個準則是什麼 高溫度24小時都通著氣 不管你有在用或沒在用 即使它沒有進行任何加熱製程 它也隨時通著氣質在裡面 避免什麼呢 避免外面 環境中 或是赤城區有任何微粒 跑進爐管裡面 因為你裡面一直沖著氣質 爐管裡面氣質的氣壓 就會比較高 比外面的氣壓高 一旦爐管口打開來 我前面講過 經理要裝載進去 你爐管不要先打開 打開之後就給放在這裡才會關起來 而你打開之後 如果裡面的氣壓比外面的氣壓低 那就等於空氣會從外面往爐管 如果裡面吹進去嘛 對不對 這就變成一個負壓狀態 這是不允許的 所以爐管always 只要你插了 你不知道有在使用它 就算沒有在進行製程 它只要在裡面 它就是通了氣質 並讓裡面維持的高壓 跟外界的鎮壓的相對關係 使得你的爐管口一打開來 裡面的氣質只會往外面衝 不會讓外面的氣質往裡面衝 因為外面的氣質可能就會 會有微粒啊 本氣微粒 而裡面的氣質一直灌進去 純度很高的單氣 純度很高的單氣 好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 爐管24小時通的氣 來維持爐管幹進 第二個 什麼要幹進呢 送進去爐管 或是送進去加入爐這個精緣 要幹進 你爐管本身乾淨 可是如果送進去的精緣不乾淨 也沒有用嘛 對不對 好 只要是你的精緣表面有任何污染 或不乾淨 一旦加熱了不得了 它就會損殺整片精緣 或是整個爐管 都會被爐管到 所以 所有的加熱製程 所有要進入到高溫爐 或者是快速退口 怪怎樣 只要要進入到加熱製程的精緣 全部都要先清洗過 只要進入到高溫爐的精緣 全部都要事先經過清洗 確定表面沒有任何的渣子跟污染物 或者是微粒後 才可以進入爐管 所以 進高溫爐之前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動作 就是清洗 CLEAN 所以CLEAN是半導體製程當中 相當重要的一個部分 尤其是進高溫爐前 一定要經過CLEAN 經過CLEAN之後 才可以進高溫爐 所以呢 這時候進入到 第一個重點 清洗步驟 而整個清洗步驟呢 台灣早期跟一些公司 買了這個技術 才會成為現在的半導體網絡 這個公司叫做RCA 台灣最早去跟美國一間 無限電工資 這間公司叫做RCA 買了這個半導體製程技術之後 台灣就迅速的發展起來了 可以說是不對的 而RCA這間公司現在已經消失了 大家可不可以看一下 而知道清洗技術就是從RCA那邊 運買來的 而現在全世界幾乎都是背上這個清洗 SOB 這個清洗步驟去做清洗 所以這個清洗的SOB的步驟 不是撐出來 RCA可以 你看沒有錯過 好 大家看一下 RCA Clean 是一個標準的晶圓清洗動作 是一個標準的晶圓清洗動作 當你的晶圓要經歷過高溫爐 不管是經過氧化 過散或是過過沉浸 都需要清洗 經過清洗 而這個 這個RCA 有一個單初的發明公司叫做 這個RCA 就是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RCA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是這間公司所發展出來的 而那時候台灣有跟他做進裝 把這個技術帶回阿里 帶回來之後呢 我就發了 我看看能查到這裡有試過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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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來 財經新聞 它現在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一個歷史階段 在台灣辦法 你介紹一個很重要的歷史階段 民國九十年的報紙的二十五年前是多少 民國四十五年 六十五年 就是民國六十五年 民國六十就是九十年之後的報紙 所以二十五年前就是民國六十五年的時候 扮演台灣科技發展先鋒的RCA 四十四位受訓者 代表什麼台灣派了四十四個人去RCA受訓 而這四十四個成員呢 現在都是半導力三億的總經理國同市長 然後呢 所以歸功於當時證據有前瞻習近平 這是誰的順利群嗎 我請來請來 然後呢 就換來了台灣二十年的工業基礎商 而四十四位參與RCA受訓者 請少數往學術或總其他提案發展 例如早期的 國客會豪維尼元件實驗室 就是現在的半導力研究中心 他後來改名叫做NDL 就是耐尼元件實驗室 豪維尼就是耐尼 讓大家看出來 豪就是mini meter 維尼是mine meter mine meter mine meter是-648 mine meter是-348 兩個項目就是-948 所以現在改名叫耐尼 以前叫豪維尼 又是個名詞的遊戲 所以豪維尼的實驗室其實就是耐尼元件實驗室 還有誰 他沒有講一段歷史 我們再向這些人的過程 對 當初台灣跟RCA的機轉 台灣半導體要發展 總是要先有一個基礎 而這個基礎 技術是跟誰賣的 就是跟RCA賣的 所以台灣半導體的 這個 央苗 就是 就是開始萌芽的基本 央苗 基本的土壤就是RCA 跟RCA買了半導體相關技術之後 我們再在這基礎上 再持續的發展 變成現在的台灣半導體 變成世界的台灣半導體強 所以台灣 千里之行始於竹下 以及竹下的起勢點 就是RCA的機轉 從RCA的機轉之後 才出成了現在的半導體產業 好 所以就知道 RCA很重要 所以我們下禮拜 開始介紹RCA CLEAN 到底RCA CLEAN是什麼東西 我們下禮拜介紹 好 我們這禮拜上 今天